2.36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耶稣责备文士法利塞人 这些最熟悉圣经 也在教导圣经 也是大家心目中间很充满 哇 他好属灵 哇 他圣经好熟 哇 他祷告好感动人 但是耶稣怎么看这些人呢 耶稣说他们能说不能行 讲得很好 讲得一道一道的 讲得很精彩 但是他所说的自己也做不到 其实我们不都是这样吗 我分享恩典365 其实很多圣经的真理 我可以把它讲清楚来 但是诚实地说 也有许多是我做不到的 那保罗不是也是这样讲吗 我立志行善由得我 可是行出来由得我是做不到 我是做不到 能说真的不能行 做不到 但是耶稣责备法利赛人 不只是因为他们不能行 而是他们根本不想去做 他们只想讲 他们根本没有打算去做 我读给你听 在圣经里面说 他们把难担的重担 哇 要去行 哇 好困难哦 真是要去行 把这么大的重担 压在别人的身上 那些听的人说 你们要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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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他自己呢 后面说 自己连一根手指头 也不肯 也不肯动 而不是不能动 不是做不到 做不到 大家都做不到 可是我里面 有没有一个心说 我承认我很软弱 我会失败 在圣经的这些教导里面 有许多真的我也做不到 但是我里面 有没有一颗心说 我渴望能够 靠着神的恩典 我想要改变 我想要去做到 而不是像法利赛人说 他根本连 一个手指都不动 他连动都不动 根本不想去做 他不是不能做而已 是根本不肯 不想 不愿意 我还是说 每一次读到这些经文 我自己都很多东西 被提醒 我求主是恩 我也是求主帮助 我们在一起 谢谢你 昨天有些很多朋友 你每天听恩典365 但是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听完之后 一起有一个心说 主啊 我不要只是知道 这些道理 我觉得讲得蛮好的 这道理我听得蛮感动 不能只听在这里 让讲的人跟听的人 一起都有一个心说 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 我们要去做到 不只是知道 你知道不是知道的人有福 而是照着去行的人就有福 恩待我们 恩待我们 不是那个什么道理都知道 却一点都不想去做到的 求主改变我们的生命 感谢观看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